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现在他是不是出现了载入载入 可不可不可以直接关掉 可以可以知道吗 可以关掉 蛮有成就感的 因为他们两个都还没有做完 我已经看到这些画面 好 那个上一次哦 上一次我就在那边一直跑 然后我亲眼看到有一个学生用的 比我还好的电脑 我大概还要再跑四五十秒 他早就跑完了 在那边协助别人 看看别人做到什么样子 这就是电脑好与不好 你看他还在跑 为什么他还在跑 因为他在云端上面 那这几台我们都跑完了 好 可是这个画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首先你要先听懂就是说 我当然可以直接点这个关闭 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警告 一个提醒 提醒说里面有 有 那个 一个包含错误 他只是告诉你 有一个包含错误 听得懂这这句话吗 可是请问你 那个假设资料 他读进来 读20万笔 然后他判断里面可能有3笔的资料是错的 请问可不可以让你继续做分析 当然可以 他只是直接自动数据清理 他发现里面有资料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就只好先用检视错误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要去看错误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检视错误 但是我现在不想要先教你检视错误 因为检视错误他就进入到一个Power Query编辑器 我觉得现在还不急着要去介绍这一件事 可以吗 所以我现在我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取得数据 所以我们就用什么 关闭就好了 你除了关闭你也没得选吗 对不对 可是这真的不会影响到你那个正确的分析 好 请问一下 你现在应该大概长的画面 长的画面跟刚刚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这个栏位本来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这个栏位本来是 可是当你今天一取得完资料 他就变成这样子了 他就展开来了 有看到吗 这是一个自动 这是一个自动 我要承掉讲一下是自动 请你打开来 有看到吗 请你打开这个就是展开 展开 从那个往右 往右的箭头变成往下 这就是展开的意思 他里面放了相关的栏位 可以吗 好 这些栏位稍后我们再来去看 所以以上大概七个动作 我们就可以取得资料 请问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 那个刚刚是不是降绝压药 对不对 可不可以再次取得 可以哦 可以同样同样动作再次取得 可是请问你用以下 可不可以再次 再开启那个降绝压药 就不行了吧 对不对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相同的数据 你可以重复打开 可以打开两次三次四次 可以哦 好 因为有时候为了要分析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 重复取用数据 然后来去做很多的事情 真的 你只要越做到高阶的分析 你后面你可能重复要开很多的数据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 介绍到这个地方 这是取得数据 有几个很重要的关键 你一定要懂 请问一下 我现在开启这个档案 有没有动到 有没有动到我这个下载里面的 这一条档案 答案是没有的 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唯一有的关系 可能就是 他只把它连接取得进来 所以到时候 假如你这个档案 假如你这个档案 新增加了2021年的数据 2022年的数据 这边 这边他就只要按这个常用底下 重新整理 就全部都更新好了 这就是他最棒的地方 可以了解哦 好 晚一点我们再来做这件事 但是我们现在 我觉得说 那个 呃 先做 简单一点就是 这张视觉画分析 我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放一点 那个大纲在这个地方啦 好我们这边可能暂时就不放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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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